我會去讀博士 其實有一個原因是 我正做農村規劃 可是我覺得我的論述能力不好 就是遇到地方上這些代表、議員 他們講啊 你這動都市計劃就好 開路啊 不知道怎麼去跟他們講說 其實這是成就的想法 不是一個進步的想法 未來的競爭力也不是在這裡 那時候已經15年前了 就不太知道怎麼去論述這些事情 後來覺得說 那不然去也40歲了 然後快40歲 然後也不知道接下來要做什麼 我想說 去唸個書好了 去唸博士 然後想要具備這樣的能力 論述的能力 口試的時候老師也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來讀啊 我就說我想要有一個論述的能力 可是你現在每天夏天 論述拍得上用場嗎 很重要 我的博士研究 對於我RUN200獎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我 我來夏天然後開始的200獎這個組織 其實我有時候跟幾個夥伴講 我的經驗跟所需要具備的知識都準備好了 就我以前做過非常多的事 然後再加上讀了這個博士 然後博士研究的內涵內容 因為我在研究網路時代的創新程式 那200獎其實是 它在展現一個網路時代的新農村 那從網路時代的角度來看 群聚嘛 城市也是一個群聚 農村也是一個群聚 那這種群聚有什麼特性 跟工業時代的農村有什麼不一樣 所以在網路時代的這種空間的形態上面 是應用得上的 那所以200獎今天會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裡面的調性是 主要是我在主導的 那也曾經裡面有過一些爭議或討論 它終究沒有發展成一個團體 就是像一個合作社 產銷班 這種想法只要到我這邊都被打回票 我說你們去弄可以 200獎不會是這樣 夥伴自己要去弄一個產銷班 要弄一個合作社 就看誰有興趣誰去弄 那我想RUN的200獎 它其實是一個平台 它像維基百科 你說誰都可以上去寫個東西嘛 那你做的東西就是大家共享嘛 那我們就是以南洋平原為一個平台 我們就找新農附近來 經過我們就很容易 這塊田你種 那塊田你種 對不對 維基百科是共筆 我們在那邊共耕 很酷 對啊 那這塊地給你種 它有包括 你的成本都你的啊 收純是你啊 平板這種東西 如果它不是一個組織或一個單位的話 你種的東西你自己賣啊 你自己的品牌啊 你自己對你的消費者負責啊 可是如果我種的很差 我品牌很差 我還不小心用了農藥 結果我說 我跟那個楊文城教我的啊 那你怎麼辦 我要看你的消費者信不信任 相不相信啊 你以米賣不出去跟我沒關係啊 所以種他還是自己自足 自己 就是 來這邊 來兩百甲的人 基本上 就是懷著一個農村夢 他想要這邊實現 所以他種的米也不會給你賣啦 欸這我種的米耶 對 然後想品牌想很久對不對 好像生一個小孩一樣 那多興奮啊 那怎麼可能說全部交成工的 你是不是已經看過好幾個那種抱著自己小孩 可能連賣都捨不得賣的新農民 沒有 就看他們取品牌的名字啊 反應他們在想什麼 三十戶就三十個品牌啊 兩百甲沒有公品牌啊 就是個人品牌 啊 個人品牌三十個品牌對不對 被消滅兩個還有十八個啊 被消滅兩個小孩 比如說你自己 你的品牌賣做不好嗎 不管是服務不好 還是你給他偷灑農藥被抓到 啊 你自己負責啊 跟兩百甲沒關係啊 那兩百甲本身也沒有什麼厲害關係啦 好你說啊這是做兩百甲 那那怎樣呢 兩百甲是一個空的東西 你說什麼是兩百甲 兩百甲到底是什麼 我有時候講說兩百甲一盤散沙啊 就是很像一個空氣你也抓不到 它是動耗而已 它是一種氣氛 一種氛圍啊 你可以說是某一種環境 可是這種環境是因為大家湊在一起 然後形成互為環境 啊 你有些什麼專長對不對 有你在收我的聲音 對不對 你就是我的環境啊 我的聲音有人收起來啊對不對 好啊 有人開店嘛 欸我的米可能有人幫我賣吧 互為環境啊 那所以 所以 兩百甲沒有一個具體是什麼 所以也 無關利潤的東西 沒有啊 因為你就是 兩百甲不是品牌啊 那你怎麼樣 那 自力更生 你靠 我靠自己啊 我靠自己啊 對啊我今年中兩甲半的水田啊 一個人 對啊 兩甲半很大欸 因為我爸爸中才七分而已 對對對 沒有我今年要完全靠中道子為生啊 然後我要試看看 到底最多的可以中到多少 兩甲半有點太多了 對 接下來應該會減一點 對就不會超過這邊 不會超過這邊 那因為每一年一年經驗會比較熟嘛 那田本身也會比較穩定 嗯 所以說不定兩百 兩甲半它 我明年可以做得比今年輕鬆一點 對